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还包括了跟他随行的人员 也出现了逗来逗去的状况 除此之外我们要看到在日本方面 有很多人说谁会取代岸田文雄 当中有个女性比较特别叫野田圣子 野田圣子在饭店打过工 她说我清理过的马桶 马桶的水都可以喝 但是呢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的 在台湾国内的部分 受到瞩目的包括了我们讲到 现在柯文哲他的519的抗议行动 其实是要抢救谁 要抢救的是柯文哲本人 另外有关于射贬的部分也引起讨论 当然许晓星的话题 今天我们要看到 为什么他可能难逃泄密之说 好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 跟大家请到的是 淡大中国研究所助理教授 洪耀南洪老师 大家好 以及台湾法语译者协会的前理事长 詹文硕张老师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因为呢 詹老师在法国待了十几年了 很多地方我们就说这次马克宏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 那个样子有点尴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另外台师大的东亚系教授 范世平范老师 雅琴好 大家好 好那我首先来看到呢 这次习近平其实在欧洲是三国之行 但是在三国之行 大家最为瞩目是他第一站 就是法国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 哪些是谈成 哪些是没有谈成 那这次到底是各自表述 还是完全没有在同一个频道当中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站是法国 第二站呢 是塞尔维亚 第三站是匈牙利 可是我们来看到在法国的这个部分 跟大家来讲 他这次有一个中法的联合声明 可是这个联合声明当中 没有谈到两岸的问题 可是两岸的问题 却是马克宏 他曝光开来 他说呢 我对于这整个事情 我们有讨论过东亚危机的担忧 其中包括了台湾海峡两岸 以及北韩问题 但是这个议题到最后呢 是并没有列入到 中法联合声明当中 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 当然另外像是尾巴的问题 像是乌克兰的问题 或者贸易关税的问题 他们是有提到的 那我们等一下逐一跟大家讲 但是我首先来看到 当然这一次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可能是讲要贴接触到 所谓的电动车的议题啦 或者是所谓的中法贸易的议题啊 可是呢 对于马克宏来说 他为什么特别要讲说 我很关切 包括台海稳定的情势 洪老师要不要谈一下 马克宏为什么这样讲出来 然后又在他们的联合声明里面没有 我想这次大家知道 习近平到访 最重要大家就谈的就是乌尔问题 希望能够 中国能够扮演乌尔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中间人的角色 希望能够来化解 那当然你要谈到乌尔 一定会触及到台海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变成是 希望国家认为都是因为涉及到中国 比如说你现在 中国在支援俄罗斯 以及在整个地域岛链里面的一个 想要改变现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那既然到访 他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 这个马克宏他特别讲出来 可是习近平完全没有搭理 在两岸的部分 我想习近平的用意当然要知道说 这次到法国 他有几个就是欧洲访问当中 希望因为法国一直强调 外交要自主 所以他希望能够透过法国这个来 拆解一下欧盟跟美国的关系 拆解 对就是说不要让他们变成宁可在一起 那也是希望在欧盟里面 能够分解他们 欧盟里面团结 我想这一次最主要的就是 让他分离一下 这皮子间的团结的一块 那整个不管是欧盟 或是整个跟美国关系 或是法国 或因为乌克兰的事情 大家都站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 所以这次的法国 马克宏给他什么 外交面子作主 强调了独立自主 这大概是他们 这次最主要谈到的一个问题 那我而且整个是 你说有没有什么成果 我觉得成果不大 因为毕竟里面谈的问题 可能在去年 马克宏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也提到 要合作事项 到现在还在谈 那代表没有进展 就是说不管你是 整个飞机的合作 或是整个农产品 或是酒 大家上次都已经谈过了 到现在还在谈 代表没有进展 那应该是 对法国来讲最重要的是 今年的奥运 那这当奥运也是希望 邀请中国 也是希望透过中国 来能够让世界 所谓的乌尔战争 能够稍微止战停战 其实我们在这里 跟观众朋友来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想知道 当然在这次的中法联合声明当中 他没有讲到台海的问题 没有列进去 但是他们谈了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讲 他们谈了些什么 大家会有一些概念 比如说在中东以巴的问题 在习近平这边的版本 他的说法就是说 反对以色列进贡拉法 反对强行迁徙 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 第二点就呼吁各方 停止采取可能加剧 紧张局势的单边措施 第三个就是说两国方案 他认为两国方案是很重要的 那法国这边的说法 就是说呢 他认为中法两国 对于中东议题 有相同的目标 就是实现停火 所以我的看法是 我觉得在中东问题当中 他们的差异并不大 但是呢 整个碰撞当中呢 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这里 中国说 中国不是乌俄危机的 制造者跟当事方 却是没有隔岸观火 而是派遣特使积极的斡选 他也反对 利用乌克兰危机甩锅 来给第三国 然后煽动新冷战 这个好像是对美国喊话 就说你们不要抹黑我 然后呢 事实上 我觉得我跟俄国的 这个贸易往来是很正常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法国这边就比较强硬 他就说呢 希望中国能够发挥 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促成俄乌之间停战 而且不要出售任何武器跟援助 而且他说 我乐见中国政府承诺 不会出售任何武器跟援助 这里面就等于套了一个帽子 在习近平身上说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不会卖武器给他们 那当然在贸易的部分 回到这里我们刚刚讲的 就习近平他同意在调查 进行过程当中 短期之内 不会施加新的关税 但是也希望就是说 法国跟中国会出口更多的高基数 附加价值都讲漂亮话 那法国这里就说 马克宏感谢习近平 对于是否加 这个白蓝地的这个关税 这个酒的关税保持开放 就是说你现在没有马上要对我加税 我觉得很高兴 大概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马克宏跟习近平见面之前 就是范德莲恩 就是欧盟这边有先跟 这个习近平有三方会谈 那当然范德莲恩一直在讲 就是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 老是在有一个保护 然后老是在讲 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汽车啊 这个电动车 这样子清销到欧洲等等等等 我做了这些补充 我就要说如果你问我说 他们这次的谈话如何 我觉得应该是讲说 比较敏感的地方就是在乌俄的部分 因为两岸的部分 习近平是完全不谈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里面谈了什么 因为他没有把它放到联合公报 那詹老师在法国这么多年 我就想问 法国人对于谈判有一套方法吗 他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他觉得敏感 不要谈比较好 但是他为什么 马克宏要对外释出讯息说 我们有谈两岸 是 我想其实的确就是面对像 比如说两岸这样的问题 法国人他们自始之中有一套 毕竟他们是 这个人权的国家 自由平等博爱 那好像不讲这些也不对 这个对内部说不过去 所以一定要讲 可是呢面对独裁者 那重心又在乌克兰战争 还有在这个关税贸易这部分的话 那这种敏感问题还是尽量不要在 公开的场合这个撕破脸 或者说让习近平没面子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私底下讲 或者说我私底下会讲 我私底下会讲 那这个等于说给一个交代 给这个法国民众或者是NGO 让他们说我法国总统并不是 卑躬屈膝什么都没有讲 所以这个闭门的时候有讲 可是事实上有没有真的有讲 其实无法得知啊 没有断法证明 那这样好像给了自己 国内的民众一个交代 然后又给了习近平一个面子 那希望可以在重要的议题 无二战争还有这个 请销这个部分得到一些成果 但就我看法国媒体 其实大多都觉得毫无成果 觉得是毫无成果 不过另外一点 我们还有观察到 就习近平身边的人士 这次陪同前往 除了他的妻子彭丽媛之外 还有就是蔡奇跟王毅 王毅是外交部长 当然了 可是我想请范老师 帮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很奇特的这一点 就是说他们在这当中 有一些礼仪上的 我们等一下讲 我想先讲的就是说 因为蔡奇好像有点被王毅 晾在那里 尤其是在谈经贸的部分 好像就王毅在那边一直沟通 一直在那边讲英文 然后蔡奇就被晾在那边 这个是不是非常反常 因为在过去 你知道上一次习近平 到越南的时候 当时蔡奇就有讲说 你王毅没有安排好 当时的这个状况 我这里还有这个照片 就是说你看看到底 敬酒的时候 为什么越共总书记 阮富仲 也没有任何的表态 然后这一次也有 类似的状况 包括握手 包括要清脸颊 怎么样 就真的弄得有点混乱 其实蔡奇她是 中央办公厅主任 她主要的工作 就是维护习近平的安全 所以我们知道 包含像中央警卫团 也是归她管 她不只是中央办公厅 是说归党而已 她还是中国共产党 总书记办公厅主任 所以她应该比 王毅重要吗 最当然重要 重要那为什么会出现 她把她晾在那里 她现在是政治局常委 七个里面之一 所以她的地位 当然是比王毅高 王毅应该是中央委员 所以位阶上就不同 但是因为 大家还知道 之前有人在讲一个秦刚 当时在当礼宾司司长 他当时要安排 习近平出访 那个流程前一天晚上 要排队 气到不行 连走几步都帮她算好 帮她算好好的 那就要非常严谨 可是我觉得就是 两个人的这个 因为法国又可能 比较浪漫一点 不想跟你那么紧张啊 而且她是民主国家 所以我觉得 蔡奇她当然以安全 要严谨 每一步要讲什么 甚至你下一步 马克宏讲什么话 我们都要掌握好 可是可能在正式的外交上 法国不一定会配合 所以我觉得 他们内部在这些立场上 可能就相互相对不一致 那当然王毅是懂外交的嘛 那在这个场上 王毅她当然 她可以用英文 直接跟法国做沟通 比如蔡奇她是管的 就是习近平的安全 她的维安这一块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在这个尺度的拿捏上 两边可能就不太一样 像上次在越南的这个地方 对啊 就是大家都看到 就是就有感觉 好像有点这个 步调不一致的情况 那我觉得这个表示 他们内部在沟通上 是有不同的立场 而且就对蔡奇来讲 什么都不用讲 安全最重要 打不打成协议也不重要 因为她就是要把这个场 把走过场完成 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这次的协议 基本上没有太多实质的内容嘛 你说哪怕白兰蒂 她也没讲说 我的税要多少啊 都很空 台湾问题当然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中国不想让 台湾问题国际化 对 那法国局 她是强调自由民主 她博爱 她当然还是会提到台湾问题 本来大家在事前 很多人会觉得说 马洪龙是不是要走一条 有别于美国的外交政策 因为我们知道 在欧盟里面 最领导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法国 可是从这次看起来 法国在 起码我看到很多的地方 是跟美国并没有太大矛盾 特别在台湾问题 特别在俄国问题 她还是警告中国 你不要提供 俄罗斯这个直接的武器 她还是提到 而且她说 你中国有答应我 你不要说不要回答 那中国这边也很强意 她说你们不要抹黑中国 我觉得这点也是在 表面是跟法国讲 但是后面当然是跟美国讲 就是你们 常常好像说 我在调停不利 我在俄乌之间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过去 中国跟俄罗斯关系不用讲 但中国跟乌克兰的关系也很好 不然过去中国 一直买乌克兰很多的 这些农产品 可是这个 所以乌克兰为什么 到目前为止 她也知道中国暗住俄罗斯 她从来没有公开批评 她一直期待有一天 俄乌之间的调人是谁 是习近平 好 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 一般我看到那个画面 大家就说 习近平有点尴尬 因为跟马克宏 所以这个以法国来讲 You know Jepard of Unbirth Quangsay 我只会讲一点法文 这几句 但我不知道那个流程是 先握手 拥抱 然后再亲脸 亲几下 左亲右亲 这个SOP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生活的艺术 就法国人来说 绝对没有像SOP 没有SOP 而是 就是你看当下的感觉 那所以这个跟外交的这种 全部套好的这个 绝对会有出路 那所以正常来讲 是要怎么样呢 是要 正常来讲 你可以选择握手 或者是拥抱 或者是握手加拥抱 再加贴脸颊 贴脸就要两边的脸都要贴吗 这个还要看地区 这个以法国巴黎地区的话 首都大概是两边各以下 但是南法的话 我也待过南法 南法的人比较热情 所以两下不够 要四下 所以左右 四下交错 对 所以这个 我相信 对第一次遇到的东方人 这个我们大家对这个肢体接触 尤其这个独裁者 更连拿个喝个水 都要用自己的杯子 所以这个突然间有一个老外 突然间跟他握手 然后还要碰他的手臂 那又要亲他的脸颊 他如果没有事先知会的话 那比较奇怪的其实是这个 就是说他们的外交部 怎么没有事先告诉习近平说 马克宏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举措 这个是比较奇怪 那就法国人来说 很正常啊 就是很亲切的 很亲密的 想要跟你表现说 我跟你是好朋友 另外还有个奇怪的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双方送礼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 但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习近平送他书 而且是他的法国名著 翻译成中文的书 但我就问了 为什么要送这个 我们讲到的是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在当时也引起蛮大的争议 它是有什么含义吗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Former President Ma Yingzhou sets off for China from today to April 11 China side dispatche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Pan Xianzhong to pick up Ma at the airport Former President Ma Yingzhou said that I have been out of office as president for eight years I have no party positions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is to contribute my efforts to promote cross-strait exchanges and reduce hostility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former President Ma met with the director of China's Taiwan Affairs Office Song Tao We can see that this is Ma and this is Song Tao Also, former President Ma visited a U.S. blacklist company including Dow Jones Innovations BRD and Tencent It is said that he might meet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Beijing on April 8 Moreover, Japan builds defense on remote islands near Taiwan amid China fears Japan deployed a new unit consisting of about 50 personnel at the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SDF based on Yonaguni Island It is the remote island just 110 km from Taiwan The troops are in charge of electronic combat which involves intercepting enemy communications and jamming radar They have opened base on three other islands near Taiwan including Okinawa, Miyako and Ishigogi Island As reported by Nikkei Asia The SWIFT initiative to enhance defense capabilities is aimed at addressing the intrusion of Chinese vessels into Japan's territorial waters as well as perceiving Chinese threat to Taiwan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这一次 这个是习近平 跟马克宏的会面 有一些内幕 包括我们知道 这一次他们所在的地方 比里牛斯山 这个地方据说 是马克宏的第二故乡 是他外婆出生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梗 就是因为上次 他在中国的时候 然后习近平他们 带他去了广州 等于是他爸爸 习仲勋的以前的地方 以前的地方 所以有这么一个味道 但是我现在就想讲说 送书 因为我们都知道 送书不太好 书嘛 可是尤其是这几本书 我们先看到 他送了哪些书呢 这里面送的 我这里有一个资料 这里送的包括了 弗罗拜 弗罗拜的包法利夫人 大众马的三个火枪手 小众马的茶花女 雨果的九三年 还有斯汤达的红与黑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 这些都是法文的名作 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 中译版 然后就告诉他 最主要就是彭丽媛说 我小时候都读过这些作品 可是我觉得这个 当然是一个作法 可是我想问老师一下 尤其是茶花女游 翻拍成电影嘛 我们也知道 那包法利夫人也是 可是包法利夫人 不是蛮大的一个争议嘛 是 他是 是这样啦 这个包法利当然 他是法国十九世纪的 文学名著弗罗拜的作品 那当初刚出版的时候 就引起法国社会的争议 相当大 因为在那个时候 这个道德上 还非常的保守 他的故事是 他的故事就是 一个风花雪月 看了很多爱情小说的 一个女子 那他梦想的是 这白马王子这样的爱情 可是呢 他却嫁给了乡间的 一位医师 很无趣的 没有生活情绪的 这样的一位医师 所以他就开始 这个觉得很无聊 然后继续做他的白日梦 那甚至后来 这个感情出了问题 就外遇了 所以在这个最后呢 当然在那个时候 就没有好的下场 所以这样的一本故事 就想不开了 对 这个生病过世了 生病过世了 那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里面 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就觉得 这个女孩子嫁了人 就要守复道啊等等的 那你这个女孩子 怎么可以这么浪漫 整天想这个 这个医生也是很好的职业啊 你就好好的相夫教子 生小孩 他甚至他生出来的女儿 他也不爱 因为觉得长得太丑等等 所以这个包法利夫人 就是一个 有一点是很浪漫过了头 然后不切实际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习近平送这样的礼物 给这个马克宏总统 这个讲好的是说 这个双方文化交流 然后这个中国景仰 法国美好的文学 可是会不会也有 无意的在讲批评 暗示说 法国人你们是不是眼高手低 这个有点过于浪漫 不切实际 想要来跟我谈条件 你是谁这样的一个意思 其实这次也有讲 酒跟这个猪肉 但是我特别说这个书 其实马克宏也有回证书 马克宏回证的这个书是什么 他马克宏回证的书 这里面是讲到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 在这当中 他讲的是文豪雨果的这个作品 那雨果作品呢 这里面因为习近平很多次 都引用这个 就是悲惨世界嘛 但是悲惨世界这里面 我想的更多一层啊 悲惨世界讲的是 法国大革命 对不对 所以因为巴士抵御 因为法国大革命 推翻了当时的王朝嘛 所以这个马克宏 会不会也觉得说 你中国要小心哦 一个不小心 这些农民在起 面包革命 到时候都把你们推翻了 会是这样吗 有这个可能 就是按比嘛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 现在经济也不好 还是我们想太多 他们都随便送书 这是我们把它想的很多 其实这有点高来高去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个习近平送书 给马克宏 其实只有一个关键 就是这个彭丽媛说 这些书我们都看过 这是关键 因为习近平很 你知道他之前 他去美国访问 他也曾经说 我以前念过什么书 他就说表示 我就是掉书袋 就是我是有教育程度的 我是有念过 他不是只会讲热干面 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就是去 他把这是法国的名著 他翻成中文 你给马克宏 马克宏也看不懂啊 你说我翻得很好 那马克宏说 真的怕 对不对 我看不懂 难道马克宏 拿一个法文版 一个中文版 然后找一下来比对吗 这个很无聊嘛 他只在凸显 就是说 我的教育程度很高 但是在这里 我们特别看一下马克宏 他找的习近平他们去 他的等于是 外婆的那个故居 那个地方 那有一些值得来看的 你知道他送的这个酒 或者是他吃的这个肉 因为这个酒 他这里面的这个酒 是蒙特斯城堡的这个酒 这个酒其实 非常的有意义 但是你知道吗 什么都是最高分 他的价格台币 大概是一千一百块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非常高贵 但是又不是那么贵 他这里面有什么样 一个意涵 而且这里面还包括 他的主菜是羊排 这个油风羊排之外 还有比哥尔黑猪肉火腿 这火腿你知道他们 我拿一个大一点的片段 他其实是没有煮过的 他就是干风 对不对 用盐 然后把它熟成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些都是法国风味 没有错 但是 洪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他是要跟习近平 送什么信息 我想这大概是一个 把他个故乡的东西 拿出来招待 应该把最好的 那我想之前 那个安倍在的时候 很多台湾的政治人物去了 他也招待他故乡的酒 踏记 不然踏记就热卖 这大概也是为他故乡 做点行销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意味 那当然 我想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送书 你觉得 就送书基本上就是一个 好看而不重用 因为你中文在 马克风根本看不懂 所以那只是 好看而不重用的礼物 这个礼物是没有用 但我想这个礼物 一定是从外交部 顶多是蔡奇办公室 来规划送什么 而不是习近平想送什么 因为这种送礼 都是已经外交部 来决定说要送什么 那我觉得送这东西 当然是凸显说 中国的文化 我们把你们的 法国的语言也学得很好 但重点是你送给他 这是没有用的 就跟这次的会谈 是一样意思 看起来面子十足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评论倒蛮不错 其实讲到送酒 我再补充一下 马克宏送给习近平白蓝地 你看这勾到什么 我们刚刚不就说吗 他感谢你对白蓝地的磕税 是持开放的态度 我就送你白蓝地 你不要磕我税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高来高去 那我广州回来要看的 就是这次陪着习近平去的 他的妻子彭丽媛 彭丽媛现在真的要出任到 军方的高层 也就是说要锁住山东帮吗 不过彭丽媛之外 我同样要讲的 现在在日本方面 安倍之后的竞争者是谁 岸田文雄之外 有三个女生成为佼佼者 我们进网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其实在这里也包括了 就是第一夫人之间的大PK 我们看到彭丽媛 62岁 BG是71岁 彭丽媛是声乐家出身 然后BG他以前也教过书 而且他还是马克宏的老师 但是我知道费加洛夫人报 这次也对彭丽媛有做了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法文里面 Madame Madame 然后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的报道内容当中 讲到的是感情的问题 就法国人比较浪漫 讲到感情的问题 然后彭丽媛说 他当时认识习近平的时候 觉得习近平感觉又吐气 而且又非常的老气 感觉这个是 全世界大概只有一个人 敢这样去批评习近平 但是法国人就很吃这一套 那我要问的是 这次费加洛夫人报 他对于彭丽媛的评价是如何 我想这个费加洛夫人报 他其实就是费加洛报的 这个女性版 平常他们都是 如果有第一夫人 国外的这个访兵来的话 他们大概就是看他 有没有魅力 这件事情 举止优不优雅 讲话 然后穿着 那像当年甘乃迪 这个贾桂林来的时候 法国是这个为之疯狂 这个青岛 那非常的这个喜欢贾桂林 那么后来呢 他们也常常这样去批判 去看每一位的第一夫人 包括自己的第一夫人 那最可怜的 最惨的 就是习哈克夫人 曾经被评为 她有一套套装 说被评为像是这个 卷筒厕所卫生纸 这个这样的套装 那如果回到彭丽媛呢 他们的评价 彭丽媛这一次呢 感觉上其实表现是不错的 但法国人看起来是 觉得对他 觉得有 有还不错的评价 那当然也会比较 就是 Brigitte Macron 他们自己的第一夫人 怎么样 那 以法国人来看 我觉得他们这一次 是蛮自豪的 觉得自己的第一夫人 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对不对 但是身材还是保持的那么好 而且 每一套这个服装 都非常的典雅 那优雅 那反倒是 彭丽媛 这个 有其中一套 好像是白色的 这个感觉比较像 不知道是 浴袍吗 还是 有一点 包的 这个 似不像 这个 那一套有一点被批评 这样 但至于其他的 我想可能也是 法国人毒蛇 这个 这个也是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尤其对女性 优不优雅这件事情 他们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知道这个 马克宏的妻子 他也曾经选过议员 后来没有选上 那我们讲到彭丽媛 现在是不是要从政 这倒是比较有趣的 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 因为有一张这个照片 在网络上开始流传 流传之后 是他着军装的照片 所以就传出来 他会接中央军委 干部考评会委员的 专职委员 那这个到底是 有没有得到证实 是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香港的 星岛日报说 他2017年卸任 中共解放军的 艺术学院院长之后 就说他会来做 这个相关的 军事评论的 这么一个部分 这个职务是什么样一个职务 真的很重要吗 这个消息有得到证实吗 目前这个消息 当然是还没有得到证实 但现在的干部的考评 这个是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有一点修正 这种过去 是组织部在做的工作 对 所以习近平要面对谁 面对政治局25个委员 他们要提报告跟他面试 每年都要做一次 那解放军当然是 从解放军委 也开始要逐步来做 所谓的干部的考评 那我想他在当这个干部的评鉴 是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是军职的就可以做 那很多外传说 会不会进入政治局委员 或中央委员 其实这个困难度很高 就是说如果他想要当政治局委员 需要中共 要开一次临时前代会 全国党代表再重新票选一次 因为票选中央委员 才能够再选政治局委员 我想这个困难度比较高 甚至于他可能要比较大的动作 这个会专程一个人来开 我想这个过去历史也没有过 应该不会进到政治局 对 很困难 但是就这个评委的这个部分 这个当然就是解放军就可以任命了 这个军委会就可以任命 这属于内部 比较属于内部 对于可能在于选拔 或是一些干部的考核 就是面试的 你是面试官的概念 我想这一部分比较容易 而且况且解放军这几年的出事 我想这干部的身迁 习近平该要一把抓 过去他在扮演这角色是谁 他的解放军办公室主任 钟绍军 对 这一次也下台了 那我想他解放军里面 他应该需要再摆一个自己人 那这当然就是 从钟绍军拔除 要不要再放一个人 我想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 你刚刚讲到拔除钟绍军 然后现在可能补一个人 就补自己的老婆吗 对 钟绍军的主任 已经补了补一个军人 那他现在就要再把自己的妻子推上前线 其实那就是帮他考核 或是把关解放军 这可能性会比较高 对 那现在我们在之前 就讲过几个议题 就是说扯到了彭丽媛 就是说是所谓的山东邦的这个部分 因为彭丽媛本身是山东运呈现的 那现在就是说山东邦的部分 包括了现在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 还有中国的海军司令胡忠明 他们都是山东人 那真的有必要 习近平要利用自己的妻子 然后去笼络所谓的山东邦 有这个可能性吗 因为习近平其实 他对军方的人事 一直是要直接操作 可是又发生了像底尚服 这些一大堆的事情 火箭军这些 火箭军 所以他更要 希望他的太太 能够帮他来掌握人事 他这个组织 他叫做什么干部考评委员会 是2016年成立 等于是习近平他第一任快结束 他第一任是2017年第二任开始 所以他当时他要全面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 就是我们这个解放军 过去是叫集体领导 现在没有了 就是军委主席 军委主席是谁 是习近平 然后他说要确保 精准科学的选人用人 他等于就是整个 解放军的高层的争拔当中 他等于是个评审 非常重要的 扮演关键角色 那为什么让彭丽媛 因为彭丽媛 我们知道 他2017年离开解放军 艺术学院院长 他当时的军阶是少将 所以他一直没有退伍 就很有可能他就直接管军中人士了 那用人为亲嘛 所以一样就是放军中的人士 山东帮我起码我比较信赖 然后由彭丽媛精挑戏选 然后这样来有对习近平来讲 他觉得这些人用人是放心的 因为我太太都见过嘛 而且我太太是军人 大家知道彭丽媛在嫁给习近平的时候 习近平刚刚才从河北的镇定县 到了福建当了厦门市的副市长 后来才当市委书记 那时候彭丽媛是什么 彭丽媛已经上了央视的春晚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彭丽媛从 大家介绍习近平都说 他是彭丽媛的先生 从来没有人介绍彭丽媛说 是习近平的太太 知名度差天差地别 而且当时习近平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本来他的太太原配是 他的父亲是住英国的外交官 本来他希望跟习近平一起去英国留学 那时候改革开放初期 出国留学是很棒的事情 可以见世面 可以度金 习近平不愿意 他就从河北 那个镇定的穷地方到了福建 然后才认识了彭丽媛 所以当时说难听点 从身价来讲 从知名度来讲 还有就是彭丽媛之前没有结过婚 习近平哪一次再婚 从这个方面来讲 事实上都是习近平高攀的彭丽媛 只是到后来没想到 习近平当上了这个国家主席 当上总书记 那当然彭丽媛当然也就因此水上船高 所以我不想讲 有没有可能真的有人说彭丽媛 会不会进入到政治局常委 成为七个常委之一 那就别人说 从过去江青会不会重新复出 因为毛泽东的时候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江青是有实权的 跟四人帮 可是到了后来 邓小平的太太没有管事 胡锦涛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 都没有 可是现在会不会彭丽媛要改变过去的现象 因为习近平已经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 已经当皇帝 已经跟毛泽东一样 那我的太太彭丽媛 是不是也可以跟江青一样呢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对中国的政治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是什么 夫人派伸手了 当一个国家变成 国家主席是一开始做到死为止 而太太好像变成是皇后 那未来会不会 习近平的女儿 习明哲未来接任这个中国未来 那就跟金氏王朝一样啦 但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跟过去 邓小平所强大的集体领导 还有国家主席任期制 走上一个制度面 是背道而驰 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应该走的路线 广告就回来 我们有看到岸田文雄 他到了巴西 到了巴拉圭 但是他谈的话题 都是跟台湾有关 还有我们刚刚讲 是不是女力崛起 因为现在新的首相人选 传出了三批女性的黑马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我们来看看日本的动作 日本的动作几乎都跟台湾 是连结在一起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要讲的就是 岸田文雄访问了巴拉圭 但是呢 里面谈的就是台湾的问题 但是在岸田文雄访问巴拉圭 跟巴西的这个时候 我特别要说 在国内现在呢 谁要来取代他呢 真的虎视眈眈 先来看到 现在呼声最高的 就是日本外相 上川杨子 上川杨子 在4月26号到5月6号 就访问很多国家 在外交上 为岸田文雄内阁加分了 那但是呢 除了他的可能竞争之外 另外再来看高氏藻苗 高氏藻苗比较年轻 63岁 大家有印象 他是安倍的子弟兵 然后现在安倍派五人小组 全部成员都陷入政治 现今的丑闻之后 有人就说高氏藻苗 就会崛起 那另外我今天特别想看的 就是现在新冒出来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很特别 为什么讲很特别 他说他洗的马桶的水 可以喝 他是谁 他就是野田圣子 野田圣子跟高氏藻苗 一样大 63岁 他呢 可以说自民党的党员 第一份工作是 东京的帝国酒店 他当实习生 负责洗厕所 他就说 哎呀我洗的厕所的水 可以喝下去 他这是一个所谓励志的故事 那他打造的就是说 他是比较接地气的 好像说感觉起来 并没有那么的贵族派 他说他是从工读生 做到了高级主管 可是你看哦 他的祖父野田卯一 曾经担任参议员 众议员 所以感觉起来 也是有一些家事 他自己后来当了 好几任的这个议员嘛 那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他的感情的部分 他本来有一个男朋友 叫做贺宝拥介 贺宝拥介是现在的参议员 小他七岁 但是两个人在2007年分手 分手不出恶言 所以感觉起来 叶田圣子 我想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 叶田圣子 他的呼声有多大 然后他感觉起来 有一点 有一点自我女性主义的感觉 然后呢 又比较不一样 不是传统的日本女性 可是他到底 他的呼声有多大 应该要先来确定说 这次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我想自民党总裁选举 现在看起来不会提早了 不会提早 因为5月份了嘛 5月到8月不会提早 那岸田他出往美国 非常成功 在国会里面 但对他民调没有加分 对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他民调没有上来 而且这次的特殊状况 跟以前自民党不一样 就是过去当然民调低 但是反对党也不高 这次反而反对党 已经开始有起伏了 所以我想岸田 他到9月份的时候 他就变成两个抉择 要选就要赢 选不赢他就要推代理人 就是另外推代理人 就是他的阶段性任务完成 选不赢要推代理人的情况之下 就是会有出现 他代理人的找鞋 那目前看起来是 上川阳子是他的首选 因为他是他的主要这个 现在目前不管在 整个外交在国际上 而且声望也比较高 代表自民党的一个 改革的新气息 我想上川阳子是 上川阳子他71岁年龄 是比较大 对 但是这个阶段性 因为你是为了自民党 为了他有一个改革的形象 因为现在也变成 很多丑闻的缠身 自民党的形象不佳 那接续下来 可能高市上次也选过 那他主要是 他也没有任何系统支持 那立场也比较偏激 那上次是安倍拿出来 当做第二次阶段的 一个主要棋子使用 那再来就是野田圣子 野田圣子基本上他 基本上没有人员差 人员差 对 那我想他主要是 能够炒作议题 那形象也不好 他过去有一个婚姻 那个婚姻后来 那个男生也改了 叫野田 是黑道 他就是 对 所以说 基本上 野田圣子只是一个话题 他很难去竞选 其实在目前的 日本国会里面 比较有实力的是 小渊会子的女儿 小渊她是比较有实力 但是因为她过去 有一个会选的 会选案 所以里面看起来 如果假设自民党 到时候想要 变成有个改变形象 还是首选还是上穿洋子 你觉得还是上穿洋子 其实我们讲到这里 范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 现在包括了 岸田文雄 他也打很多的外交牌 那国内这是一个问题 可是我特别要讲的是 他这一次 可以说 他之前 到美国很成功 那现在我们来讲到 是南美这边 巴西跟巴拉圭 南美的巴西跟巴拉圭 他这次就是跟 巴拉圭总统潘尼亚 潘尼亚大印象深刻 上次就职的时候 赖清德总统当选 不是还去了吗 可是他跟班尼亚 谈的这些人的过程当中 他发表的内容 联合声明 重点是在台湾 他说世界任何一方 都不会容许 以武力单方面 改变台海现状 然后潘尼亚还说 巴拉圭已经跟台湾建交 长达66年 我们希望继续促进 广泛的合作关系 但是他也知道 有一些压力 他也讲了 这是来自日媒的报道 他就说巴西方面 就跟他讲说 巴拉圭你可以跟中国试试看 来怎么样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感觉起来是不是也蛮危险的 然后是不是日本扮演的一个角色 要去帮台湾稳住巴拉圭 对 这个潘尼亚是很帅 帅哥总统 那我必须要讲 其实我也蛮意外的 因为过去来讲 我们看到美国的确 所以台湾的邦交国 是其实驻捍卫 特别是在川普 他这个中间的时候 之前我们看到 一直不会像巴拉圭 像这个巴拿马 什么都断交了 那川普那时候还不太在意 后来我还记得那时候 那个巴拿马跟我们断交 川普还在意的是 他在巴拿马有个川普饭店 有没有继续营运下去 他只在意这个 但是后来美国发掘 中国不断的 在挖台湾的邦交国 特别是中美洲邦交国 那我们知道 这些是做美国的后院嘛 所以美国后来开始要出手 希望能够 还有大洋洲的一些小岛屿 那因为这个也影响到澳洲的安全 所以美国开始注意了 可是中国的确是用这种 金钱外交非常凌厉 他只要对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施予他的好处 例如像洪多拉斯 他的高层接受了中国的好处 所以你看为什么洪多拉斯 他本来 他的白虾最大的市场是台湾 后来现在他们 台湾不跟他买了嘛 台湾不跟他买 其实你知道 中国也没跟他买 对也没跟他买啊 他们垮得一塌糊涂 可是问题是 上面的领导人 他拿的好处 他不在乎啊 我管你这些虾农怎么样 对 所以就变成说 但是美国想要 协助台湾巩固邦交 但是看起来是利有未待 对 所以现在到现在美国 一切是希望 不要再有断交潮 那这是意外的是 连日本也介入了 因为日本过去 对台湾的邦交国 根本跟他无关嘛 可是现在呢 美日有个共识 就台湾在蔡英文人内 掉了巴拉邦交国 不能再掉了 就一定要力往横澜 要用各种力量 不只有美国的力量 还有日本的力量 一起加进来 要维持目前的邦交的数量 起码维持 不能再像雪崩式的断交 比较特别的 你刚刚讲的这个 像巴拉圭的话 我们台湾跟他买的东西 比较不多 大概只占了一%的贸易 所以现在日本要介入 日本要跟他买黄豆 但日本能够买到黄豆多少呢 其实巴拉圭跟巴西的 除了贸易以外 它里面的日裔的移民非常多 非常多 它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大量的移民进去 所以日本人在这边的 影响力是很大的 因为过去的移民 再加上贸易额 我想这是有相当大的 一个影响力 那你觉得日本 也算是扮演一个角色 等于当美国的马前卒 去帮台湾稳住邦交吗 因为敌 应该是讲抵挡住 中国的施压吗 当然这现在是一个联盟的关系 民主的一个联盟的关系 其实岸田到 不管是到巴拉圭到巴西之前 其实它是先到法国 它是到法国 然后再到巴拉圭巴西 它刚好是前后 它一离开习近平到法国 其实这现在都是一个 国际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角力的时代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美国当然把台湾的邦交国 现在已经视为是 跟他的国家利益有关 特别是我们的邦交国 在东南美洲是美国的后院 直接会受到美国的安全 那现在连日本的领导也拉进来 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 加入美国这样的一个 协助台湾稳定邦交的一个阵容 我觉得是可以去期待的 而且老师你看 这个我们看到 之前在我们亚青看世界里面 都有讲到这个阿根廷 因为中国在阿根廷插旗嘛 那中国在这个地方 它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 好像说我是在做太空卫星 但事实上我们都担心 它是所谓的间谍卫星 你记得吗 太空站 中国在阿根廷境内设的 内乌肯升空站 他们叫升空站 就被揭露说 是间谍卫星站 然后在这里被揭露之后 而且他们在阿根廷建的 大水坝跟水利发电厂 也停摆了 然后中国在火地岛的 内乌肯太空站 我们说也被美国检查了 因为美国就觉得说 虽然阿根廷是在南美洲 距离我好像没有中美洲那么近 可是我还是要查你 所以在这里就等于是 掀了中国的底 中国没办法以后 他现在开始就是跟巴西 跟巴拉圭 这也要去挖墙角 这也算是美中的一个PK吧 当然就是说 现在这场外交战 当然就是把台湾也纳进去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 中国当然看到 美国跟日本相继的协助 台湾巩固邦交 当然很生气嘛 特别是岸田这一次 就明目张胆的 直接大啦啦的就说 你这个不要跟台湾断交等等 那我相信就是说 中国一直强调 外国势力 国际势力 不能介入台湾问题 可是我觉得很不幸的是 常常习近平 是要总加速师嘛 他越不想做的事情 就越达到 所以他在任内 我觉得台湾问题 彻底的国际化 而且成为跟日本的 国家安全 跟他的国家利益 是整个绑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 始料未及的一个发展 我们另外看到 还有一个议题蛮大的影响 就是以巴之间的战争 以巴之间的战争 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真的美国方面就正式跟以色列说 我有一些武器就不给你了 好 这个武器已经明白的摆出来 因为就是以色列一定要打这个拉法 然后第二个 这个牵动到了美国国内的部分 超过70%的人对拜登不满意 处理尾巴问题不满意 可是为什么民调 拜登反而是有上扬的 整体的民调上扬 而且跟这个川普拉的非常的近 那我先跟大家讲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和谈 和谈之后 以色列都还没有表态了 还没有表态说 是不是接受这个 所谓的三阶段的和谈之后 他就要去打拉法 然后破局了之后 我们就知道新的发展就是 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警告以色列 如果以色列在加萨南部城市 拉法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 美国就要停止运送部分的武器 那这个停止运送的有了 已经出来了 暂停工艺的包括了 1800枚的Mark 842000磅的炸弹 或者是1700枚的Mark 82500磅的炸弹 这些东西我们看到 洪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因为以色列是不是觉得说 反正你还是爱我的 你最后还是会帮我的 可是美国现在就讲说 我就是先这批不给你 因为拜登的在美国国内 这些不管是学印的示威游行 对他讲是很伤的 所以拜登应该在前代会 就7月份民主党提名前 希望能够把它解决掉 否则他的民调会很上升 这些人不一定会支持川普 但现在明显是讨厌 拜登的处理 以色列巴斯坦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 有时间的压力 那为什么现在就是说 尼坦雅胡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呢 他的说法就是讲说 以色列要进去拉法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要摧毁那里的哈马斯的营区 可是我们之前就讲到 大家都在期待 这个所谓三阶段的停火 这个停火看起来 40天42天42天 有这个阶段性啊 不是很好吗 还是以色列觉得说 你们这个根本就老的东西 随便修修修修修而已 他不能接受 基本上我觉得是 以以色列来讲 现在反而人子 他当然一直口头上优先 但反而是要清除哈马斯是他优先 反而不是人子 如果是人子的话 我想这个谈判就比较容易接近下来 那当然他现在一定要把 哈马斯整个消灭掉 可是现在要清除的话有可能吗 我是要清除来讲 因为你可以看到 各方的看法都不一样 哈马斯的领袖 他是要停火 尼坦雅胡表面是要人质 但其实他要清除哈马斯 然后就美国来讲 希望这个案子赶快结束 老师怎么看范老师 的确我觉得现在一个美国的社会 因为这个大学学生 都出来反以色列 对啊 克隆比亚已经都不能毕业典礼 他们学生都很反弹 但是你看到就是说 拜登也好 川普也好 他们还是力挺以色列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的政坛 在美国的金融界 在华尔街影响力太大了 那你们这些学生 你们有多少票呢 所以大家还是从政治上来 做实际的考虑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 这些学生 他们的想法 他们很天真 很浪漫 可是他们可能跟实际的 政治的运作 跟实际政治的影响力来讲 还是不如犹太人 在美国的影响力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现在那哈雅湖 还是很坚定 我们还是 美国现在很尴尬 就是说 整个的以哈战争 到最后 会变成什么样 好像可能有点不可控了 所以说你看到就是说 然后加上这种 美国的国会 也推出了这个 还是要持续 对乌克兰 对以色列 进行相关的 这些军事的援助 包含台湾的法案 已经通过了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美国不管是 两党也好 或者是他的 这个朝野也好 或者是立法 机关跟国会 还是积极的挺以色列 还是积极的挺 那哈雅湖 我觉得这个战争 短期之内 是很难结束的 我觉得有一点 可以观察的 就是美国现在众议院 他要通过一个 已经通过了 他叫做 反游议事法 反游议事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把反犹太 这个东西 列进法律以后 它就变成有一个 明文的法律 可以禁止你这样子做 他对犹太人来讲 是一个保护 但对其他的一些 minority 就是少数民族 或巴勒斯坦支持者 就会觉得说 你这样会限制到 我的自由 那詹老师来做个结语好了 你看到这整个的 这么一连串的这个变化 你觉得有办法 像拜登一样 想说在七月之前 能解决吗 我是觉得 其实我们也要想一下 以色列的角度 因为它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 曾经被系统性灭 这个集中营 被纳粹 这个消灭的一个民族 那它 我们也都知道 在战后 它就是一个原则 就是我不跟纳粹谈 然后我天涯海角 我也追过去 我也把它杀掉 那有另外一个原则是 这个国家 要不要跟 这个恐怖分子 这个交涉 还是完全不交涉 以法国为例 以前都是不交涉 就是你敢做 我就全部把你杀掉 你说法国 法国以前是这样 那以色列也是这样 我想以色列 这个总理 他现在可能是这种 贺阻的战略 贺阻的心态 所以如果有这么一个心态 大家要化解 我觉得双方就非常难 我们广告就回来 要跟大家讲 那国内的政坛的状况 是如何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在现场 跟大家讨论 这个劲爆的话题 在我旁边的是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淑培 我们在现场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 叶元芝 杨津姐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 康仁俊 仁俊哥 杨津姐 大家好 还有台识大 东亚西教授 范世平范老师 杨津姐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在这里 要跟大家讲的 包括了柯文哲的问题 包括许晓星的问题 我觉得 我前一阵子看了一部电影 叫第20条 它里面有句话 我很有感触 它说法 不能够向不法低头 就是说法是最重要 你必须要守法最重要 那如果在这里 柯文哲就算是很多小草挺他 那问题是 你这么多的案子 怎么不是一个案子 而是12345这些案子 这个怎么讲 那许晓星也是啊 你今天有没有抄袋 你今天有没有拿到 这个所谓的打勇的 相关的这个 所谓政治现金 你当东 有没有扮演什么角色 你为什么对金华城 都没有说话 就两个事情会揪在一起 我先来讲一下 柯文哲好了 因为柯文哲印象很深刻 我看到礼拜四 我很少看到 真的穿着草鞋的 柯文哲出来了吗 他开始要走上街头 他到了监察院 然后呢 他就说我要干嘛干嘛 就骂了赖清德 骂了民进党要干嘛 那现场有台湾国的人 反而去骂他 也去骂黄国昌 说你平常这么咆哮 我也来咆哮你 但是我认为5月19号 他在民进党党部前面的 这么一个抗议 他根本就是为了 抢救柯文哲啊 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可是我的问题就来了 他的门槛是设3万嘛 3万人不难吧 3万人不难吧 你怎么看 他现在抢救他自己 自救 当然是啊 因为他的口号是什么 民众做主 可是民众在今年1月13号 已经做过主 选出了新国会 跟选出了新政府 那你现在在用 民众党的名义 然后要办一个活动 然后最特别的是什么 他的这个礼拜 是办的这个记者会 他明明是519要到 这个民进党党部去 可是他记者会办在哪里 警察院 警察院 对这个逻辑我也不懂 对所以就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办在监察院 然后他讲理由说 我今天之所以站在这边 是因为监察院曾经在我当医生的时候 谈合过我 纠正过我 所以我在这边 然后所以我要废考肩 那你废考肩 又跟你519的游行民众做主 有什么要关联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 你就是硬扯吧 第二个就是说 民众党这个活动感觉是 他们政党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可是你看哦 礼拜四的这个记者会 光立委就少了两个人 八个立委 民众党有八个立委 黄珊珊不见了 对 黄珊珊不是柯文哲最重要的左右手吗 黄珊珊不见了 还有谁 还有这个 陈昭芝也不见了 陈昭芝也没有出席 还有再来 这么重要的活动 议员是不是动员的关键 对 所有的议员 民众党的议员 全部都没有出席 那倒是奇怪啊 为什么都没有出席 所以519的这个活动到底是为了谁 只有一个人出席 只有黄国昌 2026年要选举的人 只有黄国昌出席 为什么 因为这个活动 抗议的对象是民进党 那对于黄国昌 如果在2026要选择跟国民党合作的话 这个游行对他来讲有帮助 但对于所有的要选的议员 或者是黄珊珊 如果他还是要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其实这个游行对他来讲都是不利的 所以这个游行看来就是民众党其实都没有很热 而且我刚刚有问过 民众党的议员是真的没有努力的在动员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妙啊 那到底谁来办这个活动 那办这个活动大家有讲说 好像是柯文哲要转移三大案的焦点 可是这样不会啊 你如果人很少 然后动员的人很少 然后没有人可以问的时候 人家一定去问你说你金华城那怎么样啊 你那个国菜市场怎么样 大家一定要还是会问这些事情 而且我要讲我们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包含金华城的调阅小组 跟北市科的调阅小组 分别在礼拜一跟礼拜二 我们就会开始拟定要调阅谁 要请谁来说明 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决定 在520之后可能就会开始进行 调查到柯文哲的时候 那519上街 柯文哲是不是 反而一定会被问到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活动 我实在不知道柯文哲想要传达什么意义 但从他办记者会还有他们民众党这么少人来参与这件事情 其实我都觉得是不是大家没有很想来跟他站在一起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说 的确就像刚刚舒培讲的 就是他们应该如果说是一致的话应该都要来嘛 可是这里你看 我们刚刚讲说三大案或什么 现在已经第四个案 第四个案就是钟小平 钟小平因为他这个办到监察院这个地方 然后钟小平也有在监察院检举柯文哲 然后钟小平呢直接就在礼拜四的时候 又去告 告了柯文哲就说 那个国菜市场啊 你勾结啊 又是这个魏京小省啊 又是什么什么的 然后互相骂说 你是什么 你是白叉啦 柯文哲说你是白叉议员喔 然后钟小平就说 你是什么烂市长 那我现在问 现在国民党是正式跟柯文哲这里开战了吗 台北市议会那边 其实对柯文哲的炮火是蛮猛的 对是真的有 那我先讲 就是民众党立委啊 我感觉其实我很少看到他们八个一起行动 因为包括在我们立法院 好几次的院会 民众党自己提的案子 他们都没有全部到齐过 八个通常都来六个 四分之一没有来 有一个说法说 有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属实 因为现在民众党是八个立委嘛 有一个说法说 黄国昌 对于另外七个 他是一个人嘛 另外七个人当中搞定了六个 所以大家说哪一个没有搞定 就是黄珊珊嘛 所以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民众党的立委里面很不高兴 反正什么都你说的嘛 反正全部都是不同嘛 那我干嘛理你嘛 那黄珊珊也变得非常的安静耶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国民党 就相信力比较强 所以每次我们发假洞 都是全员到齐 可是民众党我每次看他们就是 不是今天少那两个 就那天少那两个 那如果没有他们的案子也就算了 他们有自己的案子有提哦 然后结果最后他们八个来投六票 反而是我们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其实看到他们八个 有时候真的不是一起行动 那同理可振嘛 那今天柯文哲带他们到上街头 很多立委没有来 以他们过去松散的纪律 我觉得这是可以预见的 那当然国民党现在在台北市议会 其实对柯文哲监督也都是有的啦 特别是比如说之前那个 我记得金华城的案子 当初提的应该就是有赎会 就是国民党议员 好几个案子应该都是 而且好龙兵也不躲啦 好龙兵全部都出来上节目 全部就直接讲 那我觉得很多都是柯文哲 你自己自找的嘛 因为好龙兵去看一个极光 然后本来想说没什么事 对结果去看极光的时候 你柯文哲一直在骂好龙兵 把台资光的问题也讲成好龙兵的问题 然后那时候陈从文刚被调查搜押的时候 第一时间柯文哲就跑去攻击蒋世福 就说蒋世福要好好查一查蒋世福 有没有虚报九千万啊 然后又po了什么一个公文 就说他早就料到这是一个大弊案 然后这个时候才引起 就是说蒋世福以及郝龙兵 以及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的反弹 所以才开始攻击他 所以不是我们 我觉得这一波也不是什么国民党要找他麻烦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开始是正常防卫 但是正常防卫到后来发现 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真的蛮奇怪的 所以这个火才会烧这么久 其实我们在讲到这几个案子当中 我们当然是先来后到 会有台资光 然后这个T17 18 然后金华城然后什么 可是我觉得好像金华城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金华城这个问题 392%变成840% 人俊你觉得这个问题 好像柯文哲他讲到这个问题 他都没有办法回答 他只会讲说 那你要讲台资光啊 对不对 郝龙兵说这是史无前例 到底谁签的字 怎么会变840% 然后柯文哲的回应竟然是说 你台资光也是啊 他为什么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金华城的 我觉得他不是不敢回答 而是他现在根本不回答 因为他其实会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按照他们自己的人讲 都是他签的字啊 他当然必须要签字啊 我先讲 比如像日生生的这件事情 当时柯文哲在打日生生的时候 他说日生生要提仲裁要提诉讼 他说市府基本上会输 为什么因为人家都合法 但是柯文哲后面补了一句 合法但是不合理 现在问题就回到了这一个 柯文哲你现在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 现在是在法的这一块是被质疑的 他一直在强调 因为他其实黄山有出来帮忙解释 那一个就是说 从这个三四百的时候 放宽到所谓的五百六 他们一直在强调的时候 是用买的啦 那这个其实是 那个金华城那边的说法 但问题是他是买多少 换到多少 而且好龙斌讲的没有错啊 你是经营了十八年 然后你拆掉 你不是围老建筑啊 你就不能够有那些融资奖励不是吗 对所以 我说因为这个案子拖延了非常久 所以对于好龙斌来讲 或者当时的局处来讲 他们一定知道我挡掉的理由是什么 那你柯文哲 你今天必须要回来解释的是 那你为什么觉得人家这样子解读 说不OK的时候 你说觉得OK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从五百六到八百四的这一段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出来讲说 是啊 我到底凭什么给他那三项嘛 他做了三项的奖励 而且那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的确啊 没有后面的人在试用啊 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民众党人 要解释这一段啊 完全没有啊 所以讲说黄珊珊都不出来了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之前黄珊珊一直就帮柯文哲讲嘛 包含北市科 包含这个金华城 他一直说 那个金华城就是都委会委员所决定的啊 就是主这个 彭正珊部市长主任委员盖的章 都说合法而理都是经过审查的 后来 我公布了内部的资料 发现金华城这个案子 是金华城跟柯文哲来称情 柯文哲交办当时的都发局 要求都发局送到都委会去做讨论 然后就送进去了 对 而且都委会讨论的过程当中发现说 你依赐到都市计划法 金华城你没有任何的法令 可以规定给你农机奖励了 所以没有办法给你 你知道吗 他用准用都市更新条例 才去换到那20%的农奖 这件事情谁盖章了 就是柯文哲 是柯文哲自己盖章 让金华城准用都更 所以刚刚仁俊哥说 为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因为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案子吗 准用的意思就是什么 准用的时候就是只有你可以用 只有你可以用 我让你多了20%的农机奖励 而这20%的农机奖励 就让金华城多了5000多拼 而郝龙斌为什么会讲得那么呛 因为对郝龙斌来讲 金华城以前那块地是什么 是唐龙铁工厂 它是从工业区变商业区 你知道在台北市 像这样子的案子只有三块 一个就是唐龙 一个就是南港 一个就是士林电机 你知道南港轮胎 跟士林电机的农机奖励 都不到392 所以金华城可以拿到392 对 金华城可以拿到392 已经是从工业区变成商业区来讲 是最多的 然后你还这么贪心 还要我恢复你五百四 这就是当时郝龙斌 为什么挡他不给他过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柯文哲最被诟病的是从 560到840 是柯文哲你决定的 而且明明不知道 明明知道他不可以用都更 还让他用都更 最有趣的是什么 最有趣的是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都发局的人非常清楚说不行 你知道吗 他驳回说 你们申请的这个都市计划草案不行 然后退回去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帮他找了都委会的委员 来帮他开专家小组会议 教精华城什么计划书 然后后来委员也都说不行 这些学者专家都知道都市计划法 就是不能这样搞 也都说不行 可是他后来还是送了草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准用都更20%这件事情 柯文哲还是盖章了 所以不合法不合规 但柯文哲你为什么核准了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反正有一个委员还说 就是说你们金华城所提出来 不管是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或耐政建筑 这你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你现在把你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东西 来跟我申请荣金奖励 是完全不合理的东西 这是很奇怪的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里 柯文哲他有这件事情 还包括了北市科相关的部分 他也要去解释 北市科有没有什么新的料 你们到时候会有什么决定 就是说因为今天有一个新的 就是元大不是拿到 元大他就说我没有来 我没有来 我没有来 我根本没有去当潜在投资者 然后你台北市政府就说我有去 他说我根本没有去 我的email就曝光了 我根本就不去 我根本就不参与 那不是台北市政府要做一个账 表示也有人要加入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T17 T18 用这么低价标给新手 柯文哲跟柯文哲市政府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们那时候去访问的 14家的潜在投资客户 14家都告诉他们说 要分开招标 要以价格标 大家才会愿意来标 然后使用不要那么多的限制 结果后来发现 这14家的厂商里面 只有一家 就是元大人寿 那元大人寿 本来我在想说 奇怪 只有两间受险公司 你居然就采用两间受险公司的建议 结果现在没有想到 不是两家受险公司 是只有一家 只有一家 就是星光仁寿 而且你知道吗 在这个礼拜的那个金周刊的曝光啊 你知道元寿不只是两次声明哦 他甚至是公布他内部跟台北市政府的Email 就是我没有 就是我没有 我没有 对你有来问我 告诉我已经告诉你我没有的 那到底为什么那一天 有那个会议记录 到底为什么有人签名 那就是造假了 是 而且这件事情 我觉得黄珊珊真的事情大掉了 因为黄珊珊曾经在脸书写过 元大人寿是真的有来那一天的会议 什么时间邀请你 然后做了什么样的要求 然后元大有来什么 他在他的脸书上面就直接证实元大人寿有来 但元大人寿现在公布了这个资料 似乎不只在打脸柯文哲 更是打脸黄珊珊 他说我有开会 可是不同的时间 我谈的根本不是这个案子啊 你看元大第一次发的声明里面 应该在第二点吧 他们有强调 就是说他们在签名的时候 因为他是去参加另外一个会议 他有强调说他们在签名的时候 没有看上面的那一个抬头 所以这个当然说法会让大家起人一斗 就是说是不是你有偷天换日或什么的 再来就是我顺着苏培的那个话 就是说这14家里面 为什么元大具有这么大的关键 其实当时苏培有整理一个14家的表 你如果看其实对于放宽三项规定 包含说一块变三宽那些 有三家公司 有14个里面有三家 提了赞成赞成赞成 其中这个星光人寿的部分 因为它是两个 一个是星光人寿 一个是星光医院 星光人寿 它其实是那两个 可是这两个呢 有第一个星光人寿赞成的前两项 然后第二个 这个所谓的星光医院 跟星光人寿赞成的第三项 而其他的公司里面只有元大赞成的前两项 所以如果今天这一份为真 柯市府可以讲说我没有只听星光的啊 我没有只听星光因为元大也建议啊 元大也赞成前两项嘛 这是现在元大告诉你说我没有来 那你造假啦 对他没有来的不只是造假的问题是 你根本就是只听了星光的 你就决定做了这件事情 对然后你还跟人家讲说 我元大有意见 那这个事情真的蛮严重 但我一下广告就回来看到 就是许晓星被列为 他自然的被告 就是他泄密外交部这个东西 他可能脱不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说杂志早就写了 期刊早就写了 可是问题不在这个 等一下你也要有个大会报告 对不对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在这里要来讲到 这个许晓星除了他本来所谓的 大家在意的是 他的这个所谓大姑他们 对于这整个的诈骗集团 洗钱的部分 他付了一百万有没有相关联 这个已经经过了约谈 几乎就要来开始公布 可是现在他因为案外案的 他去扯 他可能要去打这个民进党 他就讲到了这个所谓的 援助乌克兰干嘛扯到捷克 但是现在外交部告他是泄密案 因为他把公文都给秀出来 MOU都给秀出来了 那现在他在礼拜四的时候 已经正式列为他自案的 这么一个被告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我要讲的是说 这里面你看 这个是捷克的外交部的期刊 的确是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个报道 那报道的内容讲到了 就是台湾援助乌克兰 台湾跟捷克怎么经由一个单位 然后怎么样援助什么什么的 大概讲的八九不离十 但是没有讲那么精确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人家没有把这个公文 给写上去啊 没有把这个公文写上去啊 所以徐晓星现在的问题是说 你是立委嘛 你们拿到这个公文 你们你们敢这样 你又不是姓马 马云军马云军 马云军也没有直接这样秀吧 马云军是直接把资料用记的 用记的 那怎么说 我觉得需要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泄密 因为这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就有法官来判了 那徐晓星现在就拼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主要是要看说 法官会不会认为 徐晓星做的事情 有阻缺违法 比如说他今天做这个事情 如果他是基于 立法委员的职权 他是为了监督 他觉得这笔钱有乱用 这个钱圆外之后 又回来买台湾的衣材 中间有没有人谋不张 有没有规避采购法 他如果是基于 他的职权做这个事 那要看法官采不采信 他有没有逐权违法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 法官会看说 那现在这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机密 因为以前曾经有个判例 在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 驻瑞士的外交官 他就是写了一本书 然后把很多机密电报 什么都在书里面 都披露出来 后来也被外交部搞泄密 可是这个公文 他上面就写个密那么大 对对 别的例子不是那种 对可是那个外交官 他书里面也把很多 这种密件都公布 他也把写去 对都公布了 所以他也被告泄密 那后来有告成吗 没有后来法院就认为说 其实法院审酌了里面那些 都不算是机密 法院自己判断 都不是机密 那他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因为机密电报 外管人家传承 然后就直接就是说无罪 所以法官最后也会看说 那徐晓星你公布的这个东西 到底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 算不算机密 所以徐晓星才会讲说 不算啊 因为杰克的期刊也有啦 然后他讲说 我也是被迫公布 是你们外交部 先讲了什么内容 所以我才公布出来 他在拼这个事情 所以假设 这个当然是法院来决定 但如果说法院认为 第一个他要除去违法 他基于他职权 第二个是 这个东西也不算机密 那他也许就是无罪 好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的看法不知道 大家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 这个关键在于说 他说这个杰克的期刊有写 杰克期刊 杰克大概是有讲了说合作啊 什么什么东西 不管他讲的内容有多少 但他没有像这个许晓星讲的那么细 重点是在于 这一份就是我们外交部认定的密件 那密件其实 你要大会报告一下嘛 因为就你们都有收到 本来你以为你没收到 所有立委都有收到 可是不会有立委把他拿出来公开嘛 上次是因为任君哥问我啦 他说如果我收到 我会不会把他公开啦 那我以为我没收到 你还没收到 因为我每天收的东西才太多 那我助理是有先去问外交部 因为我也很好奇嘛 需要新公布这份他哪里来的 我助理有问外交部说 为什么需要新有这份 那我的外交部的人跟我助理讲说 那是上一届的 所以我们没有 所以我才说我没有 但是后来外交部 都有 对 后来外交部承认错 他们搞错 所以害我也讲错 实际上我是有收到 这个逻辑听起来有点怪啦 就是说你的助理还去问外交部 为什么许巧心有 表示你的助理也不知道 自己办公室有 就不知道有 那你们收到文件 你们也不拆也不干嘛的 就把他丢在那个里面上 我们现在不是要来 可是问题是我详细的文字 跟我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认为这个文件 MOU 这就是一个机密 所以你不可以把它曝露出来 尽管他的内容写的 跟那个杂志写的 你说哦 差不多一样 没那么细 可是我不能够曝露出来 这个是我的看法 因为如果这样子 这个案子 许巧心没事的话 那是不是所有的人 拿到了 你们立法委员 拿到了任何机密文件 我都可以 哼不啷当 把它全部弄出来 范老师 刚才那个 提到说有个外交官 他拿以前的公文 然后写书 然后把官认为 他不构成泄密 可是那个公文 搞不好也是二三十年前 跟现在没有关系 他以前当外交官的时候 他已经退休了 现在这个事情 是正在进行当中 因为刚刚讲过 捷克的期刊有讲说 我们透过跟捷克合作 援助乌克兰 我们可以否认 我们政府没有承认 那你现在等于说 坐实了我们的政府 的确是有做这件事情 等于就把这个事情曝光了 所以我觉得 这次我觉得 这位徐老师 一桃杀三世 哪三世 一个就是乌克兰 一个就是捷克 一个是立陶宛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 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 捷克是 其实乌克兰一直希望 通过中国来作为 俄乌的和事佬 所以我刚刚讲过 你说乌克兰 需不需要获得台湾 这个相关的医疗用品 当然需要 因为他是乌东地区 但是他也不敢得罪中国 他怕中国到时候 把武器都给俄国 不开心 中国不当和事佬 这是把武器 直接援助俄罗斯 但他损伤更大嘛 所以他透过谁 他透过捷克跟立陶宛 因为这两个国家 这两年跟台湾关系 非常的好 包含捷克的 中务院的议长 参议院议长 都到台湾来访问 我们的萧美清副总统 也才刚刚的 去捷克访问 然后再来就是 立陶宛 立陶宛是全世界 唯一跟中国有正式邦交 然后让我们台湾 在那边成立的 办事处叫做 台湾代表处 这个东西立陶宛也被他杀到 立陶宛的总统就讲说 我们名字不应该叫台湾 应该叫台北 所以我不知道 许巧新是很250的误杀这些 还是他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故意的 把这些做 破坏 因为我刚刚讲 立陶宛是很少数 可以抵抗中国压力 因为中国为了报复这件事情 他把他的大使 降为代办 那立陶宛他的外长 叫做兰斯伯吉斯 是挺台湾的 因为我们知道 像立陶宛 像这个捷克 他们都是当初 在这个1989年 苏联解体 他们是给苏联的附庸国 他们都深受 这个苏联的压制 不拉格之村 所以他们 这个后来独立之后 他们非常同情台湾的处境 他们认为台湾 就跟乌克兰一样 他们为了帮我们台湾的忙 结果你还这样子 泄露这个机密 刚刚讲过 立陶宛现在真的选总统 现在几个总统候选人 他们都说 他们当选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台湾代表处 改为台北经贸败事处 不过吴钊燮有讲 他说也不是那么容易改 因为他们主要是国会制 总理制 就不是说总统说改就改 但是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正在欧洲访问 而且他还提到了 你们不要拿乌克兰的事情 说我们中间的人 说我们是泼我们脏水 这么敏感的时候 你许小新把这个资料公布了 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许小新是真的 剩有250的误打误撞 还是他故意就有这个心 把你台湾的外交给搞烂 还是说你今天 你们民进党的人来批评我 讲到我的钱 讲到我的这个 所谓的洗钱的东西 我就给你 给你怎样 你知道吗 我想叫你评论之前 你知道他有这么多的助理 我看人都吓一跳 说他们有很多都被投诉 像温朗东 谁谁谁 他节目里都被投诉 然后收到都是许小姐 上次我们还讲到一个节目 不是大家三个人 躺在一平的地上吗 那也是许小新 自己说的 还有他 那也是许小新 自己在节目里说一平 那他也要去投诉NCC 说你们没有给我求证 那我就不懂了 他不就讲一平吗 一平你们躺一下 不就是一平吗 他讲的是说 他的房间一平 对啊 一平你们 他几个人躺在那里 就很正常 他说他们一家人 睡在一平大的房间里面 所以叶元芝才会上那个节目去躺下去 因为他就是一平要大家示范一下 那这有什么好投诉NCC的 应该是 我不知道他 应该是讲说 他是说睡在一平大的房间里面 但是 但是不是那个睡法 但是说他们家里面还有 你怎么睡 但是他们有说他们家没有其他的空间 他们家还有柜子啊 还有储藏室 还有一个什么 置物区域放一些早餐的地方 你那意思是说扣掉那些床跟柜子 剩下一平吗 他意思应该是说还有其他空间 那可是还是一瓶啊 对可是那天 那天大家把他的包包 就是把包包什么都全部放床上 就是说好像讲说 因为你说到的一瓶嘛 那你的东西是不是 应该也都是放床上吗 没有 可是问题是他还有柜子啊 还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放东西啊 可能就不是节目呈现的那个样子 所以他也许就觉得说有误导 所以这一切的问题 他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战力十足 这样子到处去打 就是最重要的 不要让他大家知道洗钱的问题吗 是 我觉得许小新 因为这个事情是刚好都连下来的嘛 就是包含他大姑大姑障 然后涉嫌诈骗 这个洗钱这件事情 然后再加上他又被人家去 去讨论到房子的问题 抄袋的问题 都跟的问题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穿着 他的包包什么的 他为了转移这个焦点 而且他在讲这个 把乌克兰这件事情 丢出来的那个时间点 那一天刚好是他的大姑障 刚好是约谈 对被约谈 所以人家才会觉得说 你就是故意把我们外交的机密 拿出来转移 你大姑障要被约谈的焦点嘛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许小新 你真的只是质疑 我们的外交经费怎么用 那你很好啊 你后来不是有拿出那个 那个相关的当时 捷克那边的期刊 如果你第一时间是拿出期刊 你拿出期刊就没问题啊 来质疑外交部的话 我告诉你你没有问题 对 但你比较严重的是 你拿出机密文件 而且我看他第一时间的机密文件 还秀出账号 真的哦 平衡的账号 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那个地方是 非常的敏感嘛 包含乌克兰跟俄罗斯 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然后中国又跟乌克兰的关系 其实我们应该都是要用尊重的 那徐晓鑫会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认为徐晓鑫非常清楚 但他知道他要转移焦点 他现在要自保 他要自保的方式是什么 要拿出更有震撼力的东西 才能够转移这个焦点嘛 那外交机密是不是够震撼 绝对是嘛 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你看真正有跳出来挺他的 于言之也许算挺他 可是挺的都是非常小力的 像江启臣 甄丽文 还有包含克兰 你这个所谓的机密不能这样子弄 其实都认为说 如果你要针对公文的内容去质疑的话 那你应该要开秘密会议 你不可以在大众底下 然后把这个文件拿出来 那你就 他明明就写密件 如果你可以 那未来是不是大家都行 如果立法委员都可以带头公布密件 那未来所有的路人 如果捡到密件我都可以公开咯 对不对 都说立法委员都行了 为什么我不行 那这样 这成何题 而且我觉得吴钊燮这个部长讲的非常的好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心痛 心痛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好不容易跟捷克 跟中东欧的国家建立了某一些的互信 现在可能会因为徐朝鑫的这件事情 完全破坏 大家会质疑你 所以你们国内都没有搞定 我现在跟你说这件事情 如果你又因为相信国会 给国会看资料之后 全部又公开 那我们怎么办 甚至美国跟我们的关系 也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出现一个问号 对我们有质疑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伤害性非常的大 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但是我在讲说 他这整个的这个故意转移焦点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 你可以看这张图 这个是最近蹦出来 我们不是在讲 克文哲的金华城都根 金华城都根在这个地方 然后许晓星的 他买房子的中古屋就在这里 隔了一个富盛公园 非常紧 非常紧 然后再来他说 因为我娘家很重要 所以这娘家在这里 但是你要看的 另外就是他的老公 跟老公的熊中的辩论社的朋友 又扯到了达永建设 达永建设这里的都根案 有个吉祥如意 也是上百亿在这个地方 都是在这个区域 然后达永又有给许晓星 大概是50加50 100万的政治现金 所以大家在查这个时候 我比较纳闷的是 为什么许晓星突然 突然要跟大家说 他的妈妈离婚了 我就觉得没有人 怎么会突然讲这个事情 你要讲因为对不对 我们进广告 因为什么 好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怎么会在这个 讲到房子的部分 他突然要自爆说 我妈妈离婚或什么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最主要是 别人在质疑他说 薛小鑫你是不是市议员 你收到了消息 知道金华城容金率会提高 那个地方会大发展 所以你马上在金华城 那附近买了一个房子 他说不是 他买的房子的动机 非常单纯 就是希望跟他妈妈近一点 他们大概走路五分钟 然后他妈妈因为是独居 因为他爸妈离婚 独居 所以他才买在那边 他其实主要是要解释这件事情 其实不用离婚的话 我们子女要尽量照顾父母 不是吗 怕人家问说 那为什么你妈独居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他这样讲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他不见得知道金华城的容积 后来会被给到八百四 因为那个是一个 非常感见的状况 会到八百四 他不见得会预期 但是很奇怪的是 到八百四的时候 他身为相关的议员 他也没有任何意见 然后后来 又消息曝光 他们不是2021年买房子吗 2020年的时候 他老公才接了 什么都庚 什么理事会的理事 等于接了那个没多久 他就买房子了 所以你真的觉得 都是巧合吗 他讲的 我就是觉得 可以 合理 就是说他刚好 就是想买庞庞 那边有都庚 这个也不见得是 为了那个才买这里 这个是两回事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 即便是他买的那个地方 要都庚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太大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买的是中古屋 那愿意卖他房子的人 也会知道说 周边有这样的条件 可是为什么会想要卖给他 因为有的人 就会觉得说 都庚要等很久 有的都庚可能10年 20年 我不想要这样等 我投资报酬率 搞不好也没有那么高 刚好有人要买 所以就卖了 这是一个 合理的市场行为 并不是说 需要行李用他的权势 用比较低价 去买这个房子 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让我觉得很奇怪 就像那个时候 他说他有带电 就电款给他婆婆 是所谓100万 也是他自己讲的 那现在里面 又有一个案外案 我们先不讲 那个媒体人的名字好了 因为他发文 就是帮忙写说 徐晓鑫的妈妈 因为有 他是故意用 侧义来形容说 侧义发文说 徐晓鑫的妈妈 是陆沛 所以徐晓鑫才这样子 所以他妈妈很生气 第一个 第一个 他说不能歧视陆沛 第二个 他不是事实 但是我要讲的是 我没有看到 有任何新闻讲这个 有这个传言吗 有这么 我自己也没有找到啦 所以他当时 有这个议题丢出来 说好像大家都用这样子 去欺负他 或什么的 觉得愉悦了那条界线 所以我其实也觉得 就是说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讯息 是这样见报的 所以我应该讲 就是说 徐晓鑫 他当然有权利 做任何的事情 我知道现在对 国民党来讲 就徐晓鑫讲什么 他们一定都相信 他不可能抱着怀疑的态度 那对于社会来讲 就是说这些东西 如果只有一件 两件三件 都发生在同一个 时间点的时候 会不会太过于巧合 我又举一个例子 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这个他的先生 刘彦礼 你看之前 徐晓鑫 自己谈到诈骗案的时候 他的方式是 那个亲戚 叫做先生的姐姐的先生 还有先生的姐姐 那你现在问他 刘彦礼的事情的时候 他会讲说 那个是刘彦礼的事情 我跟他 就是你要去问他 他跟他的先生切割 我去找了一下 他先生的这个 因为他讲 当时大家媒体在报说 他去这个什么 他有这个都恩协会 中华民国都市更新研究协会 这个协会 因为在松信区办了两场的说明会 我特别去找了一下 这个是法人的登记资料 在这个登记资料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登记案号是在 109年 就是2020年的12月18号 他们送了案子 然后至到12月21号登记 就是这个叫做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都市更新研究发展协会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送文呢 因为他要做的事情 他们是要改变李建市 那李建市改变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改选李市长 所以在这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在2020年的12月18号的时候 他们送件要变更李市 那其中在这个文里面 你看到李市长的部分 他就是刘燕李在这边当选 可是这个协会不是一个新的协会 也就是这个协会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 他是在多少 他是在2009年9月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已经通过了 那你会觉得 他在这个时间点 是2020年的12月 请记得这个时间点 因为我后来再回去 找这个协会的时候 我就会就发现到说 这个协会很特别 特别的点在于是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他有他的 这个所谓的脸书的网站 那你现在看到 这个是他的这个网站 中华民国都市更新研究发展协会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站 其实从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最早期的资料 一定是在最下面 我滑到底镜头了 他什么时候开始运作呢 2020年的11月10号 那也就是说这个协会 虽然在2009年的时候就成立 看起来他当时并没有这个网站 因为你找不到其他附属网站 然后你在网上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他几乎没有什么资料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这个时间点 开始有这个照片出啊 说他们11月跟12月的时候 分别受邀到台北市信义区 去干嘛你知道吗 他说他们去开这个 所谓的公益讲座 如何要这个开启 围绕重建的第一步 然后再来就是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再来就是到 2021年的1月16号的时候 他们办了两场的 这个所谓的讲的说明会 是针对信义区哦 还有松山区的这些东西哦 而你知道这两个讲座都在干嘛 你知道吗 都在告诉大家讲说 如果你要都更你不懂的 你可以来请教我们可以一无八吗 如果你的旁边有人反对都更的 你要怎么去跟他 去跟他说服 去跟他沟通 好 再来 他办完了这两场的说明会 跟两场的讲座完了之后 你觉得说他名称叫做 中华民国都市更新研究发展协会 理论上面来讲 应该很多只要有需求都去嘛 对 结果你知道吗 再往上 我现在再让他往上滑 没有任何讯息了 全部就是转贴新闻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一个更新的地方 到哪里 没了 在2021年的11月15号 就这样而已 中间没有再办过任何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网站几乎没有人知道 对 完结果你看那个 按赞数就是一个两个 连他们自己办活动 连自己人都不去按赞的概念 那你怎么评论这个 是怎么回事呢 好 那我就要回来看 你刚刚讲话 买房的时间点 是在什么时候 2021年 就隔年的3月 就3月初嘛 那后来大家也都 有看到嘛 就是他在3月初的时候 不是又去参加了一个 一个这个所谓的 那个 南松山再生 那一个南松山再生的 那一个的 那个座谈会 是由谁办的 他那个座谈会 是由都发局办的 都发局在办的时候呢 给各位看当天的会议记录 3月15号 对 那个时候 许巧新买房了没有 买了 他买房了 对 但是他登记买房时间 故意把它跳过这个时间 变成4月份买 3月7号嘛 对不对 应该是3月7号嘛 好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许巧新有发言 这个应该不是助理代签了嘛 许巧新有发言嘛 他说在这个计划里面 他其实提到说 自上任以来一直与市府关注此计划 所以相关的计划 我不认为许巧新会不知道 但我没有要拿这个问许巧新 因为他一定会说 那是刘彦里的事情 他不知道 但我就讲嘛 你的先生在前一年的12月 接任的理事长 接下来办了两场的说明会 跟两场的讲座 我现在是从网站资讯上面看到的 全部focus在宋山信义区 然后到了3月份的时候 你买了房 3月15号的时候 你也参加了这个 这个中文高中的说明会 到这两天的时候 许巧新说 他反对都更 因为我买了这房子 我装网 我不想都更 而且我怕被人家骂是丁子户 我就问一件事情 这个逻辑有点怪啊 我就问一件事情 你的先生在那一个时间里面 如火如荼的 去跟松山信义区的民众讲说 我们赞成都更 为什么 因为都更这个危险的房子 我们要老旧 这在他的协会的 那个成立的宗旨 他上面有写哦 结果今天有一个居民问他说 那你住哪 哦有 我告诉你 我也是南松山的这个 我也是这个地方的居民 那你们家多少 我们家50年的房子 那你要不要都更 哦我不都更 因为我老婆反对 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吗 就说这件事情 我没有希望许巧新解释 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讲说 这是他先生 可是我就讲嘛 许巧新没有说我反对都更 他说我不想都更 对 但是同样的媒体人就讲说 许巧新是反对都更的 大家不要再拿说 他为了想要都更赚钱出来这样 那我就讲嘛 那整件事情 我应该是相信是 这个许巧新的说法 还是相信许巧新的先生 一直在努力推动都更呢 因为他的时间点 就是集中在这几个月 而且他办完了 这所谓的2加2的 说明会跟讲座完了之后 这个协会居然就 也就没有再更新任何东西 也不再办活动了 这个也很奇怪 这个当然也有可能建商好朋友说 帮我弄一下 我们来弄一下都更 第一个 第二个他就是非常的爱南松山 说我们大家来都更吧 可是为什么那个时间这么短暂 对不起我补一句哦 那我也很好奇是 那在办说明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要居民填写同意书 有可能啊 因为都更基本上啊 为什么薛长平会讲了一句说 他也怕被人家讲是丁子户 如果我这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随便举个例 过去有很多都更案子 这个苏培很清楚嘛 这个这个原子以前当过议员嘛 如果我竟有100户 有80户都赞成 那20户怎么办 所以我就讲 他原先在说明会的时候 事实上你去看他每一个 像他有讲啊 他就是说 你怎么去跟你的邻居 怎么样让大家一起来都更 这是他们在当时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告诉 这周边的民众嘛 结果你要不要先回去一下 说服你老婆 说因为你老婆说 他其实也不想都更 范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很政治人物啊 就是说你把事情说清楚 然后你的解释 要符合常人的判断 我觉得才有道理啦 那现在就变成说 他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你现在买了这个这么老的房子 54年的房子 你到底是不是为了要都更 你如果为了要都更 或者你这个社区已经在都更 你就承认嘛 这也没什么 这也没什么嘛 那待会有人会说啦 就是说你这个 是不是之前就已经知道 这个地方要都更 所以这有点就是假公济私 但是也不至于犯法 这个道德问题 第二个就是 你知不支持金华城的都更 他现在都完全撇清 我根本不在乎 他管他的 但是问题是 又被人家抓出来 你在2020年多次的去关心 金华城的都更 第三个 我觉得说你有没有超代 对 超代我觉得这个问题 超代等一下要问苏培 为什么可以一个老房子 可以带到这么高的比例 对 就是说大家现在就是说 在质疑嘛 第一个 好你买这个房子 到底是不是为了要都更 那很简单嘛 你先生今天成立的协会 如果是中华民国美食协会 那没人管你嘛 你的协会就是大啦啦的 都更研究学会 然后还在成立之后 刚才讲到嘛 成立2020年的成立之后 还办了两个座谈 还办了两个这个所谓的 这个说明会 而且都是针对松信区 所以你说你先生这么积极 还不止他先生 还包含他先生的 高雄中学的学长 叫做罗胜德律师 他也参加这个座谈了 罗胜德又是他大夫的编户律师 他说11月跟12月的时候 分别前往台北市的新义双安区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这边强调说 在提问的阶段 居民特别关心什么 特别关心如何说服 不同意都更的邻居 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话 有话题 本会里是罗胜德律师 特地为居民咨询 跟邻居的法律纠纷 所以大家要去找徐晓鑫 找徐晓鑫 因为他不要跟 而且你的名称叫中华民国 应该是管全国的都更 我都接受 我觉得他是一个空壳公司 可是你就只针对中信区 这个就变成说 就是有点 他觉得很接近了 他怀疑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刚讲到 你有没有 他说我管他金华城 干我什么事情 可是问题是 你在2020年5月 你的助理有去参加 有关金华城都更的会议 而且那个会议 谁去了审信进去了 那你助理为什么去 你助理没事去吗 那再来你7月31号 他还书面咨询说 他支持金华城都更 对而且说要把它变成什么 要说什么 饼干里的夹心 还有什么内馅 而且南松山再生 就是以金华城为核心的整个区域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 因为徐晓芯是从当议员选举的时候 就把南松山再生当成他主要的政见 然后他包含多次的咨询柯文哲 然后金华城改建要确定560%的容积 他派了他的助理去 所以他当然关心 因为他的早餐店就在那边 他后来买的房子也在那个地方 妈妈的房子也在那边 是 然后他自己在脸书上面 包含刚刚大家讲的 3月15号的南松山再生的计划 的座谈会 他自己也在脸书上面宣传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你不在意 那我想问一下 能够这样子贷吗 就是一千多万的房子能够贷到 有这么好吗 可以贷一千多少 一千 你看这样子贷款下来 可以这样先贷一千四百三十万 然后又贷一百六十万 这是怎么回事 贷款 这个当然 富邦银行要出来说明 一个54年的老房子 为什么可以贷款到这么高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 如果他马上要进行都更 对 就如之前许淑华议员所说的 依照那个地方都更之后的新房的价钱 是大概是六千万 对啊 是六千万的价值 所以许晓卿才说 不然我是 他要呛吓许淑华吗 他就说那不然我四千万卖你 可是我觉得 一般银行没有给你这么好吧 不是他们就说你 你旧房子超过五十年以上 他大概给你贷到五十% 都不得了了吧 对所以我觉得 他不能说我认为你以后会卖很好 所以我现在贷很好 我觉得富邦银行要出来讲 就是说他到底在何贷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去核贷给他 因为包含我们都知道 贷款人的信用贷款 信用状况也是一个核贷最重要的依据 像如果是政治人物第一届的话 他可能没有 那刘燕里有什么样的贷款的 他那时候可能也不是 这个可以解释一部分 他那时候也还没有去当 那个研考会主委 对不对 2021年他那时候买房子 还不是研考会主委 他那时候不是就是 有从事网军 有自己开一间公司吗 他有那个能力去贷款到这么高吗 我觉得这真的让人家 接近80% 对我觉得 他有两笔 他那个第二笔 应该是富邦有个叫做装潢金 就是可以贷10% 这个不分身份每一个都有的 第一笔的话是八成 薛小新的说法是说 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宋山区 所以本来银行就会看好 那个地方发展潜力 所以层数比较高 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子 他说说大部分 宋山区的就是八成 不过雅晴姐 我还有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说你看 他买了1788 然后贷款了4000多 对不对 然后刚好在这个时间 徐晓星跟刘彦李又 存款存了400多万 又借给妈妈一张卫生纸 100万 然后又可以有 这个头期款 大约要两三百万 徐晓星很厉害 他跟他先生那一年 大约有1000多万 包含加上存款 加上借妈妈 加上买房子 大约的头期款 大概有1000万的金流 我觉得那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是我觉得 我对徐晓星 非常佩服的一个地方 你会觉得惭愧吗 我自探不如 我真的自探不如 光有这个 我要讲的是 光有这个眼光 去买到这间房子 都不简单 因为他那时候 2021年买 才买1788 他现在你知道吗 我在网路上面看 巴德路四段 那个巷子里面 另外一间房子卖 徐晓星嗆下要卖给许淑华 4000万 没较贵 因为另一间房子 大概开价3500多万 哇 所以真的 他这个是市价的行情 他光现在没有都更 转手 就大概是2000万 而且是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就是他买了三四年的时间 那我要惭愧了 我的房子 always可能不动的 好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 我觉得说 薛耀星的那个 就是说大家如果说认为说 薛耀星真的偷听到了 比如说柯文哲跟金皇城的秘密 然后知道柯文哲要去帮金皇城 提高农机 然后他事先去那边买的房子 不应该 可是如果说没有 他只是纯粹真的是 如他所说的 要照顾妈妈买的房子 那后面怎么发展 也不是他能够预料的 所以应该 在这个部分我认为 他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来 任俊 我觉得很多事情 是合法之外的观感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取得 跟你的这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不用偷听 因为市议员本来 就可以有资格关心 而且他自己 如果自己住在这边 他又是这一区的心意 市议员一定会有民众 会要求你要去多关心 你说完全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就反而听起来 就更奇怪了嘛 那你不是有违 你市议员的职责了吗 来 老师 我是建议啊 这个许小新的邻居 也赶快去台北富邦去贷款 看可不可以贷到那么多嘛 对 1788万的贷房子价值哦 他竟然可以贷 第一次贷1430万 后来台北富邦觉得良心不安 贷太少了 再给你多贷197万 贷了1629万 他将近九成哎 而且同一年不要忘记哦 2021年他的婆婆 在屏东的房子 也是跟台北富邦贷款 对 都是富邦 第一次 他的房子不到1000万哦 大家市价不到1000万 第一次贷了720万 2021年9月3号 结果又再度良心不安 台北富邦再过一个礼拜 9月15号再贷480万 到11月又再贷250万 我觉得台北富邦真的是佛心来的 如果他真的给大家都这样贷 我就真的要给他鼓掌 但不理是真的只有给徐家吧 对 所以富邦银行要出来 讲清楚说明白 到底他们贷款的依据是什么 为什么只有徐晓鑫家 感觉可以有这么优厚的贷款的一个条件 另外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青年重振我们 谢谢大家